好 來 不知道 急著不知道要說什麼 來 我們要問一下 這個104仁立航 邱文仁 現在大學畢業生說 大家的願望 最大願望是什麼 希望我畢業就能夠找到一個工作 那可是今年起薪值得期待嗎 然後還有目前的高失業率 對於這些畢業生 有那麼容易找到工作嗎 其實今年的起薪 真的不值得期待啦 因為從最新的調查出來啊 其實起薪是降低了很多 大學畢業多少錢 現在大學畢業大概是27000 那請問 大學畢業 台灣大學畢業 跟某某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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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出來的大學畢業有沒有差別 其實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 而是說你去 今天是應徵什麼職務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差別 例如說你應徵是業務方面工作 或工程研發 可能現在就高一點 但是現在台灣人有 大學畢業生有33% 想應徵行政總務的職務 所以事實上那個底薪是很低的 我想發揮一個 那如果低於27000的大學生 是不是他就被老闆占便宜 一定就是這樣 不會 其實那個薪水是跟他做什麼事情有關 所以如果那個職務是求職者很多 可是工作機會比較少的話 那底薪就一定比較高 可是台灣的大學畢業生 因為對自己的專業比較沒有自信 所以他們通常會去追求 他們認為入門比較 門檻比較低的 例如說行政總務的職務 所以就造成某個職缺 他看起來門檻很低 可是其實是很多人去追求 那就有生多粗少的現象 你就想像嘛 老闆想有這麼多求職者可以調 那當然這種職務的薪資就會低 對 有碰到很多大學生 他就說我不要做 因為就聽你們常常這樣演講 電視上這樣講 我不做什麼行政助理 我不做這些 可是他基本上連行政助理 他都常出錯的 對 然後他還想做總經理那種 總經理耶 真的然後還有就是說有白目的新鮮人 他面試的時候他很忌諱 什麼期待高薪資 然後還面試會遲到 現在會這樣子嗎 對其實這一次那個企業端的回答 在問卷裡的回答就是說 如果有哪些行為出現的時候 他們應該錄取的機會很低 那其中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要求薪資太高的話 基本上連面試機會都沒有 他會敢要求到多少錢 我覺得只要是超過市場行情太多的話 基本上都已經沒有面試機會了 所以我會覺得今年社會新鮮人 還是要去多了解現在的行情 那今年我發現其實 那文仁你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是社會新鮮人 我大概有講到多少錢是安全的 就是你希望待遇那一個你就寫接殼 沒有 我覺得 兩萬五到三萬 我覺得兩萬五到三萬之間都安全 真的不一定 因為如果說你是台城清交研究所畢業 然後去做工程研發 其實那個四萬二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大學畢業 專課畢業 你去做行政總務的話 我覺得兩萬三就已經算滿高 對 兩萬三 對 真的 就是說跟他的職務還有他的學歷 還是有一個相對等的關係 那我是覺得今年最安全的回答 就是在履歷表上寫一公司規定 對 這樣就好了 一公司規定 對 因為今年的求者太多 那其實有太多人可以挑的時候 事實上你的要求 他只是做參考 並不會影響到他的決定 所以不如就一公司規定算了 然後還有說 然後還有說現在年輕人在面談的時候 還會搞不清楚狀況 還常遲到是不是 對 這個其實是現在一個毛病 所以今年企業主也反映給我們 就是說雖然那麼不景氣 可是他們發現 大學畢業生未必可以了解 現在整個職場的背景 所以還是我行我素的人 還是滿多的 像我朋友他在這個面談 他說碰到這種新鮮人來應徵 一看新鮮的那個女生 一看就是那個頭髮是經過保養 又染色 挑染 然後還剝頭髮一看 水晶指甲做到這麼長 就很好 拿一個LV包 那應徵酒店嗎 所以說是這種大概完全不會要的 如果是時尚行業的話 比如說他的工作內容是需要公關 我覺得 精品公關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但是大部分其他的職務的話 這樣子的話 雇主就會覺得說 我是請你來幹嘛 不是請你來享受的 那怎樣 那就是公司總務不適合做水晶指甲嗎 不適合 這樣銀印起來會比較美說 其實 你是銀子甲是不是 我覺得各個職務跟行業 都有他的穿衣密碼 所以多取了解 穿衣密碼 對 只是穿著的打扮 舉例來說 像金融行業 它就是需要呈現一種信賴感 因為每個走進金融行業的顧客 他都是要把錢委託給你的 所以裡面工作的人 最好他就是給人家信賴感的 穿著打扮 你想想看水晶指甲 或者是那樣 其實就是給人家一種很反差的效果 那像是這種行業的話 我們會建議大地色系 大地色系就是像黑的 白的 灰的 深藍的 淺藍的 這種天地萬物的背景顏色 是讓人家感覺到舒服跟安心的 金融行業 對 所以像各行各業 其實它大概都有它的一個形象在 那你去面試的時候 如果符合那個行業的形象的話 我覺得被接受的程度 是會大幅的提高 是 沒有 現在沒見 因為下個月就是六月很多人家畢業 我們現在已經有六十幾萬人沒工作 是主機組裝機 六十幾萬 五點多趴快六趴了 那你下個月是不是很多人都畢業 32萬大學畢業升級 32萬那老委會他有自我安慰 他說32萬裡面有些人要繼續念書 有些人要去當兵 所以真正投入職場大概十幾萬 他這樣安慰自己 老委會很辛苦嘛 所以說你的競爭者很多 原來在找工作就是六十幾萬 然後你們又畢業算十幾萬那還得了 所以一定要趕快先找工作再說 我舉個例子 最近有一個公司很大間 如果不能講你們再把它剪掉 叫台積電 台積電把他的員工交回來 對 我跟你認錯 我那時候把你趕走 不對啦 你怎麼回來了 這是真的嗎 真的啊 這個是公開的 如果你已經找到別的公司不回來對不對 我再發一筆關懷金給你 我們以前老闆都有給我們關懷金 走就走啦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大的公司大的企業 他會聽到你的完工嘛 那觀眾朋友不要想說 我一畢業我就要進台積電 很難啦 先找到工作 先有再說 對 這是我們的最高指導原則 先有再說 來 美玲老師 我們從姓名比劃來看 哪些人在今年下半年 他在職場上面可以稱王 趕快把你的命盤拿出來對一對 命盤 來 你的姓名盤拿出來 這就是命盤 姓名有姓名的命盤 你那個就透露出你的命了 你還以為你藏得住啊 姓名有姓名的命盤 至少當上至少都看不懂 好 從哪天等到你 我們來看 這個看的是總格 我們看呢 在今年下半年呢 在人氣上面能夠稱王的有哪些人 因為我們的職場上呢 要有人來給我們下訂單 或者是有人來找我們 那必須要我們人氣很旺的時候 人家才會找到你 否則在同行裡面那麼多 人家怎麼去找到你 我們看看這個 今天這個格局是看他的總格 看看有哪些人能夠稱王 大家趕快對一下 18 27 36 45跟54 總格 沒有 很抱歉 現場是 都沒 都沒好 這怎麼辦 都沒有中 那都沒有中 那這樣代表說你在下半年 在人氣方面沒有辦法去稱王的 這個 因為這個格局的人 其實已經衰了兩年了啦 那現在好不容易盼到下半年 他會開始人氣會旺起來 所以一定要提升你的精神 要好好的就是說去 去思考一下 你的行業呢 你要如何去做行銷 然後如何去行銷你的產品 或行銷你自己個人的能力 那自然呢 就會有很多人來找上你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很多人就說 你在賣一樣東西 但是你覺得說 這兩年景氣都不好 他也懶得再去把它做好的包裝 我們走到好運的時候 運氣好的時候 你把你的產品如何 再去重新規劃包裝 那自然呢 就會有很多人來看上你的產品 來 那我們再來看 老師稍微等一下 好 接下來有在異地稱王 或同業裡稱王 各位王 我們先出席一下 公司裡面不紅 我們轉到別的公司阿爾丘 來 馬上回來